今年脚步倒数即时 我们接下来带您关心的是 新北市淡水警分局侦察队 也组成了犯罪预防宣导团 他们浩浩荡荡前往淡水传统市场 教民众朋友们如何防窃 防抢以及防诈骗 而在现场您可以看到 警方更精心做了好多实用的红包袋 春联还需要小礼物等等 让民众都非常的开心 农历新年脚步将近 淡水警分局侦察队 带领分局犯罪预防宣导团队 疫情运人浩浩荡荡的 前往淡水传统市场 要叫大家防窃防抢以及防诈骗 警分局表示 由于传统市场人潮拥挤 是小偷时常下手的场所 为了要教大家如何顾好自身财物 现场更亲自示范 如何预防年节购物 遭爬窃的小配包 还与买菜的民众玩起有奖侦达 现场气氛相当热闹 我们今天我们本分局的犯罪一方 我们宣导小组特别特别安排这个时间 也是人最多的时候 过年到了市场跟中正清水街市场 老街的民众特别的多 那我们特别因为这个时间 把我们宣导团带出来 我们分局准备了很多可爱的小奖 小奖品送给大家 那希望大家在过年这段时间 要注意防戒防抢 特别针对民众跟摊商 做一个提醒 然后告诉他们包包放前面 或是注意一些左右旁边 比较可疑的人士 那尽量不要跟人家靠太近 警分局表示农历年前 有许多民众都会前往市场采购年货 或者是到银行提领大笔现金 而民众手上大包小包的年货 容易遭到爬窃集团盯上 预防爬窃就是要顾好自身 随身携带的财物 背包不要背在后面 而女生的手提袋或者是肩包 一定要涌在怀中 才不会让窃贼有机可乘 那包包把它放在前面 那给自己一个警惕 那我们同时也做一些有奖真达 给一些民众提供一些讯息 让我们能够知道 过年期间要注意什么 防抢还是防窃 反诈骗 包括这些诈骗手法 我们做一个沟通 那也透过这个小礼物 跟这个有奖真达的方式 能跟他们达成一个互动 达成一个好的效果 这个市场这么多年的时间 能够透过这个活动 能跟这位民众居民 能够保持一个互动 给他们一个正确的知识跟观念 警分局更精心制作许多过年 使用的红包袋 春联以及小礼物赠送给民众之外 也呼吁民众能够居安思维 左邻右舍 彼此提醒年节安全 警方也提醒 民众年节前后 若有大笔存款需求 不论是金额 都可以向警方申请护钞 也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记者许端一带水菜方报道